我的爷爷有点甜 我的爷爷今年66岁 在我的眼里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 不平凡的爷爷 我的爷爷很会画画 每一幅国画作品都栩栩如生 我的爷爷还很会写字 那龙飞凤舞书写时的样子 是我们小朋友眼里的偶像 爷爷特别热心 他喜欢把自己画画写字的技能传授给我们 大家都喜欢跟着爷爷学习 但是有一段时间 爷爷变得不一样了 他时常手脚发软 肌肉酸痛 后来我们才知道 爷爷患上了糖尿病 我以为爷爷会因为生病变得沮丧 不能这样下去了 但他凭着一股绝对服输的心声 变得更厉害了 糖尿病不仅没有让爷爷受到影响 反而为他带来了更多健康的技能 爷爷成为了运动达人 天才蒙蒙亮就能看见爷爷运动的身影 爷爷成为了美食大厨 在健康食谱的帮助下 他让我们一家人都走上了健康之路 爷爷成为了城市农夫 这些看起来健康又好吃的蔬菜 就是由爷爷亲手种下的 在家庭医生的跟踪管理下 爷爷成为了糖尿中的模范生 生活越来越充实 身体越来越棒 爷爷说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 积极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这就是我的爷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